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沒有人因為缺乏供給而貧窮 相反,每個人都有足夠的供給 可見叫供給實際上無窮無盡 事實上還有些不可見的供給也是無窮無盡 沒有人會因為機會被剝奪而一直貧窮下去 你可能認為別人已經壟斷了財富 而且在財富的周圍設置了蘭山 你被倒在經濟範疇之外,但也是有通道的 或者對於你來說,很難從事鐵路行業買賣 因為這個領域已經完全被壟斷了 但電力鐵路的生意還是處於早期 而且不用多少年,空中交通也會變成一個大產業 所有與它們相關的部分都會被人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 這樣,為何你不將注意力轉移到電力鐵路或空中交通上 而與其他人競爭蒸氣鐵路中的機會? 如果你是鋼鐵聯合企業中的一名僱傭工人 你獲得所在企業的所有權的機會就很少了 但如果你開始按照特定的方式做事 你可能會很快脫離這個企業的僱傭關係 你可以去買一個佔地10至40億元的農場來經營食品業 當前對於依靠小土地生存的農民來說 這是巨大的致富機會 你可能會說,得到一片土地是不可能的 但我們會向你證明,這樣並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如果你按照正確的方式去工作,肯定會得到這樣的農場 根據需求不同,不同階段機遇發展的方向也不同 社會發展的特殊階段已經出現了 目前,美國的主要發展方向是農業和聯合工業 今天,農民遇到的機會 要比產業工人遇到的機會多得多 比農民提供物資的商人遇到的機會 又要比為工廠提供物資的商人遇到的機會多得多 而等待與農民做生意的商人面臨的機會 就要比服務於工人階級的商人面臨的機會多得多 總之,信應潮流而不是逆流而上的人會擁有大量的機會 所以,無論是工人還是集體都沒有被剝奪機遇 工人們並沒有被老闆壓抑著 他們也不是處於聯合企業資本的最底層 作為一個階層,他們之所以還是處於原來的位置 是因為他們沒有按照特定的方式去做事 如果美國的工人這樣做了 他們可能會像他們的比利時或其他國家的兄弟一樣 建立起大商場和聯合企業 他們可以將自己階層的人選進高層 通過法律來支持這樣的聯合企業的發展 幾年之內,他們就能順利取得工業領域的所有權 當工人們按照這種特定的方式做事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變成領導階層 財富的法則正如對其他人有效一樣 也會對他們有效 他們必須學習 但是如果他們都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去行事 這樣他們就會一成不變 不過對於工人個體來說 他們並沒有被無知和懶惰所壓制 他們可以跟上智庫的潮流 這本書章會告訴你他們會怎樣做 沒有人因為缺乏工給而貧窮 相反,每個人都有足夠的工給 利用精巧的方法 我們足以生產工給全球每一個人的羊毛 棉花、阿麻以及絲綢 而這些東西比所羅門在最輝煌的時期穿得更好 所生產的糧食也足夠他們吃得更奢侈 可見的工給實際上是無窮無盡的 事實上還有些不可見的工給也是無窮無盡的 世界上你看到的每一樣事物都是由原物質構成的 它們一直不斷地發展 新的事物不斷地被創造出來 舊的事物會逐漸消失 但是所有的事物的外觀都呈現一樣東西 宇宙是由物質構成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物質都被用來組成宇宙 宇宙裡的物質本身以及物質之間都充滿了最基本的元素 無形的物質和所有物體的原材料 它們經過上萬次合成之後依然在合成 所以宇宙中的這些原材料是用之不盡的 因此沒有人會因為自然資源的貴乏而貧窮 或者說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源而貧窮 大自然是取資不盡的財富倉庫 自然的供給永遠不會短缺 物質元素在不停地創造著更多的形式 當建築材料用盡的時候 更多新的材料會被製造出來 當土壤耗盡以至不可以依靠土壤生產食物和衣物材料的時候 土壤就會翻身 當金銀被劃出地面之後 只要人類社會仍然發展 人們就會依靠無形的物質製造出更多的金銀 無形的物質還可以滿足人類的需要 它永遠不會讓人類缺少這些好的東西 對於人類來說 以上狀況是千真萬確的 既然大多數人步入了富裕之道 某些人之所以依舊貧窮 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按照那些令到其他人富裕的特定方式去做事 無形的物質聰明不已 他們自己就可以思考問題 去活著 而且讓生命更加充滿活力 尋求更好的生活是生命固有的本性 提高自己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思維 擴展自己的領域和尋求更多的表現也是一種潛意識 宇宙的各種物質都是被無形而有生命力的材料創造出來的 他們將自己做就好 以求更好地表現自己 宇宙龐大而有生命力 它總是自然而然地不斷湧現出更多的生命 而自然就是為了生命變得更高級才形成的 它固有的動機就是增進生命 鑑於這個原因 每種對生命有幫助的東西都會被慷慨地提供出來 除非上帝和自己過不去或者取消自己的工作 否則這些東西是不會短缺的 你不會因為缺少供給而處於貧窮之中 事實上我要更進一步證明一點 即使無形的資源掌握在那些按照特定方式做事的人手中 你也不會缺少供給的